男人每天都被狗子无情嘲讽 只因他是先天鸳鸯圣体 没有任何女人能接受得了他的鸳鸯 在经历了三百年后 他终于突破道准圣景 于是他不忍了 那一日恩爱的狗子各自逃命 深山中所有的雌性动物全部集体搬家 唯独只有一只母星星 觉得可以试一试他的鸳鸯圣体 原来男人名叫林科 不是这个世界的土著 他穿越到这个世界 也没有什么系统金手指 只有一个先天鸳鸯圣体 于是他就跑到楼兰之地 想体验一下古代人的快乐 可他却被人打了出来 说什么都要把他救的掩埋 只因他实在太硬了 就连两个护院都没见过这么硬的人 被打成这样都不给钱 可林科并不服软 明明是你们说的 只要没完事就不用给钱 文言两个护院更来气了 去你压的 七八个姑娘都被你弄晕了 你还想怎么样 就在林科以为要离开这个世界时 天空之中出现了一颗流星 流星瞬间就撞开了挡路的巨石 只见一个人形的身影在急速奔跑 不然 这个身影被一个神秘物体绊倒 与此同时林科也发出了一声惨叫 等到烟雾散去后 一个女人正在坐在地上猛逼 忽然他反应过来了 好你个孽畜 竟敢用凶器绊倒本作 文言林科也不惯着他 你才是孽畜 你全家都是孽畜 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这可把女人气得够呛 大胆狂徒 还敢狡辩 今日本作就没收了你的作案工具 可下一秒女人就惊呆了 你 你竟然是先天元阳 忽然女人秒变脸 小子你的生机本已断绝 但是经过一番接触 为师与你也算之根之底 也不会见死不救的 为师这就亲口传你九阳神功 这九阳神功乃是为 时日观金无所物 可以救你性命 但是你要切记 圣境之前先天元阳之身绝不能破 否则焚身而亡圣人难救 说完女人便一溜烟地跑了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现在林科非常开心 他也没有想到突破到准圣 还可以返老还童 还能增加三千年的寿命 再看看自己使用了三百年的双手 都磨出剪子了 于是他决定开启新的人生 那就是妻妾成群夜夜声歌 他要建立一个大大的家族 就在这时他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召唤阵 于是他想到不管传送到哪里 都比这个荒无人烟的深山要好 接着他便跳了进去 而召唤阵的另一边 一个女人正在对上天祈祷 他愿意一年的寿命 换取一个精壮的男人 来拯救自己的黎明百姓 下一刻他的愿望成真了 刚才跳进召唤阵的林科 这事从天而降 这可把女人吓得够呛 可林科却是一脸无所谓 还在玩味地对女人打起了分 身材倒是不错 但这样貌 最多也只有三分 女人听到林科的虎狼之词 瞬间尿不识都被吓尸了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狗 女皇让他教才子武功 他却想着带女皇钻小树林 无奈的洛威只能给他一个段子绝孙脚 让他清醒一下 可不料林科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疼得洛威当场哭了出来 洛威以为林科一定是藏了什么兵器在下面 但林科却回了一句我从来不带武器 这就是本作的原始状态 不幸你问身边的刘公公 这可把刘公公问无语了 杂家五岁就进宫了 你不能这么欺负老实人吧 若微自知这个话题再和林科纠缠下去 肯定又会吃亏 于是便威胁上林科 这次恩科要是让他颜面扫地 那就是让林科吃不了兜着走 说完便气鼓鼓地走了 无奈的林科只能在后面跟着 等两人见到仲才子后 不料一个叫天一的小杂鱼 却和林科叫嚣赏 林科顿时就猜到这小子肯定是想吃软饭 此话一出 当场所有的人瞬间哑口无言 天一被气得破口大骂 你放屁 我怎么可能对陛下有想法 可林科却说道 难道你觉得陛下长得丑 连你放的屁都比不上 天一实在忍无可忍 上去一拳就攻向林科 可天一实在是高估了自己 林科只是一个弹指 就把他击飞了出去 现在正是林科立威的时候 于是他对下面的众人说道 我虽然答应了陛下训练你们 但也不是什么人都教的 所以以后都给我老识点 文言下面的才子瞬间 就被林科的威势震住 接着林科又让众才子坐上了俯卧称 众人虽然说是心里不服 但又是不敢不听 只是几个俯卧称 所有的人就被泪趴在地 林科见状知道 今日的目的已经达成 于是说道根朔兄与聚鸡兄出列 其他人解散 原来这两人并不是叫根朔与聚鸡 只是林科按他们的样貌起的外号 两人还以为林科要对他们特训 不料林科瞬间秒变脸 说到众多才子之中 我一眼就看出两位乃是骨骼惊奇之人 我马上将你们进行蜕变 说完林科便拉着两个人就走 他还问起了京城最大的红楼叫什么名字 完全无视了后面的众人 天一更是被气得脸抱青金 随后三人便来到了春风楼 两个人还以为林科要在这里对他们特训 可他们殊不知林科只是来这里潇洒的 林科还说到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由洛公子买单 突然身在皇宫的洛威 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而春风楼内舞蹈表演已经开始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一个叫寒香的女子身上 这个叫寒香的女子正是京城里的第一花魁 突然二楼里的包厢出来一位公子 随手就丢下了一捆银票 只为博取寒香姑娘的目光 台下的众人一眼就认出 那个人就是国师的三弟子 人称花中圣首的花结语 这时林科对两个跟班说道 与其费劲提升自己 那还不如偷袭别人来的过瘾 其实林科的内心只是想来玩玩 并不是想要偷袭谁 但是现在林科的面子还是有些挂不住 于是想让寒香姑娘接着奏乐接着舞 可瞬间被打脸 旁边的人说到花公子 可是寒香姑娘的金榜头名 只要他一露面 寒香姑娘就得去答谢花公子 与此同时寒香真的端着一壶酒 来到了花结语身边 听说花公子要参加下旬的恩科 寒香敬公子一杯 祝花公子金榜提名 文言花结语也站起身回道 参是学子不过等闲之辈 圣上下只说的什么高人特训 更是不值得一提 寒香姑娘若是感兴趣 不妨和我深入交流一下 可花结语殊不知林科就在台下听着 这可把林科得罪得死死的 这个男人虽然不是皇上 却每天都有不同的后宫体验 只因花魁特制的花春一根酒 让他从未有过败结 他每天都要来这里巴刺 就连服务员大妈都被他吓得瑟瑟发抖 生怕一个不注意 自己也会招到禽兽般的待遇 花结语作为国师的大弟子 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皇宫 说话更是口无遮拦 可他殊不知自己已经得罪了他惹不起的人 林科本想来到春风楼好好地装一搏 可却听见花结语在背后埋怠他 这可把林科彻底惹怒 他紧咬着牙 直接冲上二楼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花结语 跟朔宇聚机还想上去帮忙 可却因为没付酒钱被小二拦下 画面一转来到二楼雅间 花结语正在喝着花春一根酒 就在他想与众女子交流一番时 一个48码的大脚直接踹开了他的房门 林科直接喊道 大内同领扫黄 全部抱头蹲好 文言几个女子瞬间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花结语更是一愣 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大内同领算什么狗东西 好好看清楚爷爷是什么人 文言林科一脸玩味地看向花结语 你不就是一个嗑药的小废物吗 我却你乖乖地把这里让给我 否则这一顿毒打你是逃不了的 听到林科的话 一向霸道惯了的花结语哪能不生气 直接丢出手中的杯子攻向对方 可林科完全不在意这小打小闹 直接用手指弹碎了杯子 随后一个幻影步冲向了花结语 同时嘴里说道你这荷欢散气味真劣质 难道博师就没教过你氧气酝羊的功法吗 文言花结语再次愣住 狠狠地问出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还没等到林科回答 花结语马上使用出自己的杀招弓了出去 顿时间两个人的两股能量碰撞在一起 林科再一次玩味地说道 你行不行啊 戏狗 随后林科又转头看向躲起来的女子 要不这样 你再一边酝酿一下大招 我先去那边办点集市 这句话可把花结语气的差点吐血 就在两人再次出手时 外面有人喊道 皇帝出巡体察民情 闲杂人等速速退避 文言林科顿时一惊 于是心里想到肯定有狗出卖我 而这时洛威已经带着众人来到了春风楼 他身边还跟着林科才收拾完不久的江天一 此时洛威问道 你确定林科与特训的学子都在里面 江天一恭敬地回答非常确定 林科胆大包天一公祭司 霍乱才子特训 不杀不以平民愤 文言洛威脸一黑 走进去看看 此时江天一露出满脸奸象 没想到把林科 你这么快就栽到我手里了 片刻后春花楼中所有的人都被士兵带了出来 就连花结语也在其中 可并没有找到林科等人 于是洛威一脸不悦地问道江天一 江爱卿现在你怎么解释 见到女皇发怒 江天一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哪里不知欺君可是死罪 忽然洛威在这些人中发现了一个脸熟的面孔 于是说到刘公公这人似乎有些眼熟 此时的洛威心情大好 林科果然没让我失望 现在又除去国师的一个弟子 简直就是天助我也 可洛威万万也没有想到 就在他睁眼的瞬间 刚好与正在逃跑的林科来了个对视 现在林科虽然表面上一脸尴尬 但其实内心早已万马奔腾 女人乃是京城第一花魁 可以说是越过的男人无数 但他今天却在林科这条小河沟里翻船了 林科的一句你格局小了 简直差点没把他气爆 他也没有想到林科深入刺探情报后转身就走 林科不给钱的理由居然是怕犯法 因为不给钱就算你情我愿 如果给钱了那性质就变了 女人顿时就被林科气得哑口无言 林科在得到情报后 终于知道原来是江天一陷害的他 林科才想去找他报复 不料才出来就看到江天一与另一个男人在密谋自己 江天一更是在背后说了一堆自己的坏话 这林科哪能忍得了 顿时四十八码的大脚就踹向江天一的脸 力道大的瞬间就踢飞了他 甚至都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 有仇当场就报的感觉非常爽 这也使得林科心情大好 忽然一个仆人跳到林科背后偷袭 嘴里同时喊道 主人此人便是林科 可不出意外 他也被林科当场踢飞 面对偷袭的人林科更是不留余地 甚至都踢出了阴报 接着林科看向那个被吓尿的男人 你想打听我的消息大可直接来找我 何必这么麻烦呢 正好我也想问问你关于国师的事情 原来此人正是国师的另一个弟子 人称妙计圣星 就在刚刚不久的国师府内 国师被气得暴跳如雷 只因洛威亲自处理了他的弟子 打得他一个措手不及 妙计圣星说到皇上心急都自己下场了 说明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和师兄吧 此时国师也不再那么生气了 他分析到就算老三废了 也影响不了这次的恩科夺魁 到时在借助宗人府的势力救下老三 还有洛威手下有个叫林科的 此人来历神秘你去查查他的底细 妙计圣星回到师父放心 只要是你想要的徒儿一定满足您 可妙计圣星就算做梦也没有想到 只是才出来一会就碰上了林科 在见到林科的实力后 妙计圣星决定不再留守 他双手掐绝对林科说道 你虽然实力很强 但我可以请二位鬼祖相助 就在妙计圣星话语财落 红配绿的两只鬼影就冒了出来 现在妙计圣星对自己的这两位鬼祖非常自信 因为这两只鬼祖的实力乃是武进巅峰 而他还以为林科只是踩入武进 此时的林科完全没把两只鬼放在眼里 开始中二的介绍起自己 我叫林科姓别男 爱好黑丝闲诗还有国师 我已经把我的信息告诉你了 是不是轮到你告诉我关于国师的事了 文言妙计圣星被林科气得当场乌语 这个带求撞门的女人乃是平阳郡主 她从小就暴力无比 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不知死活的林科却对此事毫不知情 还想与她彻夜交流一番 平阳郡主瞬间就被气得咬牙切齿 直接赏了林科一个一字马 见状林科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眼前这个小辣椒非常不错 而平阳郡主见到对方还有两把刷子 也对林科来了兴趣 喂 你小子做我的走狗我就饶过你 郡主带来的四大护卫文言瞬间报一 快做我们主人的狗 否则让你菊花残满的伤 但他们装插却找错了人 林科一拳便送四大护卫上了西天 其实这个平阳郡主乃是江天一的未婚妻 当得知自己的男人被打成植物人后 直接一纸诉状告到了洛威那里 文言林科顿时惊讶无比 这人居然还有未婚妻 是男的是女的 方林极许 长相如何 洛威见到男嘴跑火车的林科顿时就想灭了他 你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这个吗 你为什么要打江天一 文言林科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这小子敢惦记我的女人 既然让我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拍拍屁股就不管了 面对这样厚颜无耻的林科 洛威已经被气得忍无可忍 直接一脚踹飞了林科 平阳王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保皇党 若你不能解决此事 我就把你的屁股切下来让你拍 随后洛威便重重地关上房门 不再搭理林科了 此时林科心想这女人变脸速度真快 不过他这么晚来找林雪燕干嘛 莫非是想改良离国的斗质品工艺 这个我必须要学习一下 可林科却怎么也想不到 洛威早就留着后手 直接赏了他一个透心良心飞扬 变成落汤鸡的林科简直无语了 次日春风楼内 林科找来了跟朔宇聚鸡商量此事 聚鸡直接开口问道 这娘们可不是善茶 京城内的年轻一代们几乎都被他揍过 文言林科随口说道 这个也算正常 若不是生活所迫 哪个女人爱天天摆弄针线活呢 说完林科便又想再吃一颗葡萄 可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不然韩香哼了一声 随后说了一句讨厌便转身就走 此时聚鸡说道平阳王为了困住他的女儿 给他找到了一个文官的夫家将其软禁家中 这才消停下来 不过老大你打听这个姑奶奶干嘛 文言林科说道 那个夫家就是姜天一 这时两个人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 随后林科接着说道 平阳郡主已经知道是我们干的了 并且向皇上告了欲状 此时聚鸡已经被吓得浑身颤抖 于是说道老大 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 什么恩科也没有小命重要啊 文言林科却表示没啥大事 待会我就去把这事摆平 听到林科还要惹事 跟朔宇聚鸡直接被吓得当场就跑 就当两个人跑到大门时 瞬间又被爆破的大门弹了回来 见状林科笑了 两位兄弟真够意思 又回来陪我共度难关了 随后门外走进来四大护卫 喊道平阳郡主道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这个放花痴的女人乃是平阳郡主 却大胆调戏上未婚夫的仇人 她对林科简直就是一见钟情 林科的身影一直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散 可她殊不知自己已经闯了大火 而她的未婚夫也不知道自己被打后 又被戴了绿帽子 故事还要从平阳郡主找林科报仇说起 她本以为自己武功带势 打得完裤子弟简直轻而易举 可不料对方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 上来就对她说了一堆虎狼之词 这可把平阳郡主彻底惹怒 本姑娘这辈子最喜欢打架了 随后一击闪电五连边攻向林科 可又被林科简单地躲过 还被林科抓住了手 随即林科说到打架必点你选 此时我定 不能反悔哦 闻言郡主冷笑一声 敢占姑奶奶我的便宜 随后平阳郡主一击开山腿便踢了出去 可不料林科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还露出自信的笑容 他借机又对平阳郡主说了一堆虎狼之词 这可把平阳郡主彻底弄脸红了 他现在是又娇羞又生气 于是问到你是谁 我定要我阿爹的铁器踏破你家 闻言林科回到你来找林科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平阳郡主先适宜了 于是问到你是林科 可不料林科却不要脸的达到 我是林科的护卫 你刚刚撞翻那人正是我嘉林大人 只怕我护卫保护不当 回去就要被问斩了 你说你该怎么补偿我 闻言平阳郡主顿时就信了林科的鬼话 那你说要怎么补偿 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就在这时平阳郡主的护卫大声喊道放开郡主 你家林大人已经在我们手上 再不放开你家大人心灵不保 人有多大胆 妹子就有多少产 只要不要脸 后宫就能一直产 林科为了泡妹子 竟然调戏上仇人的未婚妻 还声称他自己只是个小护卫 而傻傻的平阳郡主竟然真的上当了 好在郡主的护卫在关键时刻打断了他们 但这些护卫更傻 竟然抓起了根硕当起了人质 闻言林科不屑地回道 那你们赶快去原点的地方弄死他 不要影响到我 没看见我在忙吗 此话一出所有的护卫都愣住了 这人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但林科现在可没心情搭理他们 直接就要和平阳郡主完轻轻 好在这时平阳郡主想明白了 于是说到林同龄死了你也活不了 这突然而来的变故也把林科弄无语了 此时平阳郡主说到 如果你今晚赶来平阳王府 那么我就补偿你 说完平阳郡主转身就走 护卫还警告到林科不要痴心妄想 可他们哪里知道 这个世界哪还有林科不敢去的地方 此时他已经想好 今晚一定要闯一闯平阳王府 闻言巨姬也说道算我一个 听到巨姬也要去 林科顿时被气得脸抱清惊 你想第三者插足吗 这可把巨姬问猛逼了 我们不是一起去救根硕吗 现在轮到林科满脸猛逼 救什么根硕 此时巨姬指向平阳郡主那些人 根硕已经被他们绑走了 与此同时平阳郡主非常开心 废了江天一的林科终于被我抓到了 我看这次阿爹怎么奖励我 现在林科想死的心都有了 为何我的桃花运总是如此坎坷 时间一转来到了平阳王府 郡主房间那一个麻袋正在瑟瑟发抖 江天一问到你是如何抓到他的 妙计圣星也说道我和这贼人交过几手 他的修为恐怕不低于武进武者了 平阳郡主听到有人质疑他 于是没好气地说道在厉害的武者 在平阳王府面前也是不值一提 这时妙计圣星说道好云儿 这次恩科恐怕已是我师父的囊中之物了 而现在江天一又是废人一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了 文言郡主没好气地回道 我看不上江天一并不代表可以看上你 在我眼里你们都是废人 只有那个人才算是男人 只有那样有魅力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我 妙计圣星看到平阳郡主对别人犯花痴 简直气得当场就要爆炸 忽然门外有人喊到混账 你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父王 妙计圣星听到门外之人正是平阳王 当场就被吓尿 随后他转身跳窗就跑 还不忘记提醒下郡主考虑一下他的题 与此同时 平阳王也来到屋子内 让你乖乖在家照顾夫婿 你竟出去胡闹还把林统领也抓了回来 这个男人买是强大的狱鬼师 他养了一个专夕阳气的男鬼 可他每天并不想得好好提升修为 却专门想给别人戴绿帽子 可他殊不知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了 画面一转来到了王府外 林科吩咐到聚机一会分头行动 你去就跟说我去找郡主 这把长剑你拿去防身 文言俱姬有些慌了 老大你把剑给我那你呢 林科自信地回到我身上有柄更大的 再说我不舍身拖住郡主你怎么救人 就在两人说话时 忽然有个身影在远方出现 这自然逃不过林科的感应 随后他化身一束金光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妙计圣星正在疯狂奔跑 他此时正在想着要怎么得到郡主 完全没注意周围的变化 忽然一只铁拳出现在他面前 来不及反应的妙计圣星 见到眼前的人是林科 顿时就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你 你居然没被抓还设计跟踪我 此时妙计圣星自知不是林科的对手 先下手为强丢出了鬼带 林科见状露出了一脸玩味 你连个女鬼都没有谁愿意跟踪你 随后林科一击苹果盒丢向了妙计圣星 而他也被这苹果盒当场砸晕 随后便扑通的一声砸进了地里 此时林科一脸坏笑 这个废物还是可以利用一下 与此同时 平阳王正在呵斥自己的女儿 可郡主并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 内心淋得辱墨王府的脸面 我把他抓回来合错之友 文言平阳王大发雷霆 你金币还没有关购事吗 我真是把你宠坏了 江天一的事上有猫腻 而林统领又是陛下的人 你还不快给他松吧 此时郡主好像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于是说到我把他放了 可不可以不受惩罚呀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来报 王爷林统领前来拜访 直到下人来报 郡主顿时就被吓呆在原地 而平阳王也问到你确定是林统领 就在几个人猛逼之时 林柯带着笑容已经走了进来 林某自认之以来还未上过早朝 所以王爷不知道也不奇怪 郡主见到林柯顿时就不淡定了 这时林柯说到今日我不请自来 乃是为了一名失踪的学子 文言平阳王只能装傻充愣 并表示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就在这时跟朔突然钻出了麻袋 他直接趴在林柯脚下说道 林统领你总算来了 我堂堂的恩科特训学子 陛下轻点的状元种子 居然就这样的被人抓了 大哥你要为我做主啊 文言林柯脸一黑 难道平阳王你也想插手恩科吗 这时平阳王急忙解释 这只是一场误会 而他也意识到此事 肯定是此人设下的局 突然房顶开始裂开 一只秃毛的妙计圣星掉了下来 见状林柯喊道有刺客 快保护王爷和郡主 说完林柯便一拳打了上去 而妙计圣星也被镶进了墙中 扣都扣不下来的那种 有谁能猜到 郡主的闺房里到底能有多少小秘密 桌子上摆着两只黄瓜礼物 还有被打成植物人的未婚妇 甚至还有一个强壮的仇人 可郡主却不想着怎么报仇 还想为仇人表演黄瓜的用法 这可苦了被打成植物人的男人 原来就在刚刚不久 妙计圣星想以国师的势力 强迫郡主改嫁 可不料被平阳王的突然盗来打断 随后他又在逃跑中 被林柯抓个正着 而林柯又再一次不当人了 直接开始玩上栽赃嫁祸的套路 苦逼的妙计圣星 现在只能一个劲地逃跑 林柯直接宣布 妙计圣星就是绑架学子之人 而且不穿衣服 想来王府遇行不轨之事 他这一顿骚操作 可把平阳王弄得是一愣一愣的 但平阳王现在也只能 老老实实地配合林柯 虽然他知道这些都是林柯胡编的 但为了自保也只能无言以对 次日皇宫外就贴出告示 林柯做的所有坏事 都栽赃给了妙计圣星 而妙计圣星也要被问占 当日早朝上 若微直接问到平阳王昨夜的事情是否属实 平阳王直接回到确实如此 而且还是林统领亲自抓获的贼人 只可惜骏马江天一原本即将痊愈 却因为再次受到惊吓昏迷不醒 这时江太夫也说到 犬子重伤至今未血 恐怕这辈子都难以苏醒了 还请陛下为我做主 闻言若微装作愤怒的表情 朕没记错的话 妙计圣星可是国师的弟子 此时被问的国师马上慌张不已 直接说到辞子早就被我踢出了师门 他所做的事情我并不知情 望陛下一定要明察言成此贼 还没等国师再说些什么 若微直接宣布国师监管不利难辞其咎 罚奉禄一年以警校友 现在国师已经被气得咬牙切齿 但也不能再说些什么 随后若微再次宣布林统领护卫有功 宣上殿来领赏 此时若微心想林科居然把这件事办得这么漂亮 我要赏一些什么给他吗 可等了半赏后他并没有等到林科 老太监急忙来报 陛下林统领并没在后殿待命 现在轮到若微被气得咬牙切齿 而大盲人林科只是带着两只黄瓜来到了平阳王府 他装作是来看江天衣 实则是来勾引郡主的 林科见到郡主直接说道 王爷现在早朝 你的郡马又熟睡不醒 恰逢其时 我们何不先从前私足之优雅事物开始 郡主也配合地回道 本宫却是会一些乐器 那么就请君细细品鉴 剩下的内容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一个小时后巨姬突然闯了进来 急忙喊到老大不好了 随后他就愣在了原地 原来是林科装作人畜无害的样子 在为江天一吃黄瓜 接着巨姬急忙说道老大别装了 有人劫发场域就妙计盛兴 闻言林科装作一脸愤怒 郡主刚刚失去了丈夫 老夫特来慰问一下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捣乱 走让我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没有同情心 可就在林科才走出门后 江天一就抽出了起来 画面一转来到了菜市口 所有的官兵都已经被撞飞 原来是一个黑衣人已经就到了妙计盛兴 可就在他们快成功时 一把菜刀突然飞了出来 但并没有击中两人 还是被他们轻松躲了过去 这个女人乃是女扮男装的狱鬼师 她每天不想着怎么吸收洋气 只想着谋权篡位 她培养了三名狱鬼高徒 想包揽恩科前三 这样就可以彻底颠覆黄权登上地位 可她却自大的招惹上了林科这个杀心 林科利用他人报复自己的机会 灭了他的三徒弟 又用计谋栽赃嫁祸 伤害了他的二徒弟 就在马上动刑时 国师的大徒弟扮演黑衣人 在刑场救出了他的二徒弟 黑衣人以为马上成功时 突然他被后面飞出的菜刀打断 这可把黑衣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而丢出菜刀之人正是赶来的林科 就在两人对峙时 黑衣人突然感觉大势不好 此时他脚下传来了滴答滴答的声音 他猛然回头望去 妙计圣星已经弃绝身亡 现在黑衣人对林科的恨意已经达到了顶点 他想也不想的便用拳头攻向了林科 见状林科让所有的官兵都开始后退 因为他要开始装备了 林科一掌迎上了黑衣人的拳头 随后两股能量就碰撞在了一起 不然林科用另一只手抓向了黑衣人的面纱 虽然他现在已经猜出这人的身份 但是还想确认一下 可不料他却被黑衣人犀利的攻击弹了回去 现在林科更加兴奋了 因为他好久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高手 而黑衣人也自知自己碰上了强大的对手 他钢器外放响展示一下自己六镜大宗师的实力 见状林科也不再留守 他想让黑衣人看看六镜和一百镜的区别 随后林科身后就展现出巨大金色的圣人虚影 此时的黑衣人再一次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林科手指向黑衣人 如不可指示圣人 可就在林科发动攻击时 契约封印圣人枷锁再次显现 但就算这样一股庞大的能量也射入了黑衣人的眼中 此时黑衣人的双眼疼痛不已 好像千万只钢针插入了眼中 过了许久 黑衣人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忽然天空中出现了一枚金色的印记 他缓缓地映入在林科的额头上 林科在心里暗骂一声 远古契约真是强的离谱 若微是二镜无者 我全力爆发下才勉强能发挥出三镜圣体的威力 就在林科感叹时 黑衣人手里拿出一枚紫色金石 大喊道我是不可能输的 极也偏偏大法 随着黑衣人的施法 他的身边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紫色骷髅头 转眼间就攻向了林科 见状林科冷哼一声 跳梁小丑 接着林科一击手刀 便攻向了迎面而来的骷髅头 面对林科的攻击骷髅头 又变成了一枚紫色的金石 而趁着这个空隙 黑衣人转身就逃 见状林科也没有在追击 因为他已经确定 刚才那人一定是国师的大徒弟 既然这样肯定还会见面的 忽然林科看向地面的金石 这竟然是零石 这可是帮助提升修为的好东西 正好适合洛威这个废材 想到这里林科转身就走 此时他心想要怎么收拾洛威这个小丫头 不讨好他可不会轻易给洛威 验课后林科来到了洛威寝宫 而林科现在却是满脸黑线 因为洛威的门上写着 林科与鬼不得入内 当一个千年老色批 遇到一个万年女汉子时 会发生什么样的闹剧 林科在外装完背后 才想回来找洛威 却不曾想请殿外 贴着林科与鬼不得入内的纸条 这可彻底把林科弄无语了 可他下一秒竟然发现洛威的房间内 竟然有男人的声音 与此同时 房间内洛威正在问着 严将军此次回京 可是北方边境发生了什么大变动 闻言严将军回到北京 近日马匪增多 所以特意护送北京学子附近赶口 顺路来探望一下陛下 洛威听到北方边境一切安好 急忙去扶严将军 并对他夸赞了一番 随后洛威一把抱住了严将军说道 朕对你甚是想念 快来坐下说话 这时严将军拿出了一个木盒 陛下这是我在北京无意间得到的宝物 忽然林科一下窜了出来 大喊道洛威小心 见状严将军也是急忙用双手抵挡 啪哒一声木盒掉落 原来是一块活属性的零食 洛威指责道林科你要干什么 严新武将军与朕自幼相识 怎么可能会害朕 但林科可不管那么多 直接一把抱过了 洛威说道 只要是在这里的男人肯定都不是好人 他送你的东西更不是好东西 可下一秒林科就愣在了原地 见状洛威急忙解释道 小五你别生气这位士林统领 你不在的时候便是犹他来保护我的 文言言将军把身上破碎的铠甲拍落 接着开心地说道好郡的功夫 不过火灵石可是好东西 见状林科彻底猛逼 他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如此高大的女汉子 忽然洛威把一件衣服急忙批到严将军身上 小五你也太粗心了 都走光了 可言将军却对此满不在乎 为什么男人可以光膀子女人却不行 文言林科也说道此言有理 衣服都是仿小人的 像我这种证人君子绝对不会看的 忽然言将军一把抱住了林科说道 果然林统领乃是真君子 难怪陛下会那么信任你 见状林科突然坏笑了起来 言将军晚些时间我们可以来场摔跤比赛 看看我们到底谁更胜一筹如何 文言言将军非常开心 实不相瞒我早就想与林统领较量一番了 忽然洛威在背后打断了他们 你们两个要腻歪到什么时候 这时严将军也看出这是洛威在撵他了 直接说到陛下礼物已经送到 城外还有三千骑兵尚未安顿 末将告辞 显然现在林科还有一些依依不舍 急忙提醒到晚上别忘记摔跤比赛的事 可就在这时洛威在林科背后突然发难 他一眼就看出林科肯定没安好心 想教训他一番 不曾想林科反应迅速急忙躲过了洛威的偷袭 随后林科就对他使用出一击千年杀 疼得洛威当场暴起 马上就要与林科不死不休 还威胁到两人可是有远古契约的约束 可洛威却忘记了谁是主谁是仆 在他的记忆里林科一直是仆人 但事实恰恰相反 林科只是动动手指就捆住了洛威 洛威现在是又羞又气 急忙喊道你要干什么 林科掏出了两颗金石说道 当然是帮你传功了 几个小时后 洛威伸了伸懒腰感觉到一身舒畅 接着说到林科我们可以继续 没想到今生的感觉这么好 可林科却说道继续你个头 扑齿的一声笑了出来 林科现在非常愤怒 你刚刚是在笑我 老太监急忙回到没有 奴才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 现在奴才就派人送你 林科急忙说道不用 我看起来那么虚吗 好歹我也是准胜 就算实力被封印灵器被榨干 可还没有等到林科说完话 他的脑袋突然就被人套住 画面一转来到了某府邸 林科在昏迷中隐约闻到了做饭的香味 突然他一下就清醒了过来 他发现自己竟然在一只大铁锅中 现在正在被人顿着 这时远处传来了女人的笑声 林统领 别来无恙啊 人有人妖 鬼有鬼妖 如果你发现一个带球美女 用物体顶住你背后时 你会如何应对 此时的林科叔 不知他马上就要面对这样的悲剧 严将军正在和鬼鹰打着嘴炮 而他们争论的话题 却是林科是不是极品帅哥的问题 这话题也让鬼鹰的内心起了波澜 但被鬼鹰困住的林科可就不淡定了 他总感觉有东西顶住了他的后面 就在这时鬼鹰也说出了林科心中的疑惑 鬼鹰表示自己是国师的合成鬼 上半身自然不用讲 而下半身当然是用强壮的男性身体 林科文言顿时就愣在了原地 下一秒他脸抱轻轻怒气冲天 只是一瞬间林科就释放出自身全部的阳气 而鬼鹰也被这股强悍的阳气所吹飞 鬼鹰当时就猛逼了 明明刚才已经控制住了那个男人 为何他现在突然爆起 这股庞大的能量越聚越多 甚至都形成了一只金色的光柱 顿时间光柱竟然直通天际 忽然金色符文在天空中显现 此时林科的实力已经恢复到圣人境界 见状鬼鹰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可等不及鬼鹰有所反应 林科的身体就仿佛炮弹一样冲向了鬼鹰 此时林科的怒气值已经到达了顶点 他要焚尽这肮脏的世界 而此时的鬼鹰却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身为最强和成鬼的自己却接不住林科的一击 但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鬼鹰只能在这攻击中化成了虚无 严将军见状顿时就对林科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他殊不知此时的林科已经是泪流满面 与此同时国师也感受到了鬼鹰的消失 他现在对林科的恨意也已经到达了顶点 但国师转念一想自己宗门的师姐都有要是在身 没有人能抽身来帮他 想来想去他只感觉自己现在憋屈无比 也只能无能狂吼 七日后恩科正式开始 先是文士 后是武士 所有的学子都表现得非常优秀 但是这些人中却没有国师的弟子 洛威对国师指责道为何没有你的弟子 难道我国荣不下他们吗 文言国师只能说到自己徒弟上不了台面 所以已经自动放弃考试了 洛威当然知道国师的弟子都拿去了 但是他也要必须装作不知道 而且还要狠狠地嘲讽国师一番 此时的国师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自己吃 而且还要装作非常卑微 等洛威走后国师被气得咬牙切齿 他心想这一切都是林科造成的 随后另一个计划已经在他心中产生 画面一转来到了春风楼 地面上摆着无数的酒坛 此时的林科正在被别人喂酒 他现在只想醉生梦死 但寒香可就郁闷了 因为林科来到这里已经七天了 每天都在喝酒而且什么话都不说 忽然聚机和根硕跑了进来 他俩是来找林科求救的 因为他们一个考了倒数第一个倒数第二 文言林科都无语了 他现在真心不想再搭理这两卧龙凤厨 但两个人还在哭唧唧不停 述说着各种借口 这个男人天生爱做白日梦 只有他才能诠释什么叫放走小鱼 却炸了整片池塘 就在林科得知今年恩科前三席都是国子监的人后 他立马想到先前和洛威的赌约 那就是让恩科上所有国师的弟子都落败 就可以得到皇太后几天 于是林科仰天长孝 接着他不自主地喊出皇太后的名字 文言根硕大惊 他隐约意识到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根硕才想开口劝阻林科 可不料却被聚机的一击铁拳打断 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想再和这个疯子一起吃锅烙 而林科根本不在意他们的反应 他现在一心只想找到皇太后 就在林科走到半路时 女扮男装的国师却拦住了林科 现在的林科见到他就来起 竟弄一些奇怪的女鬼来折磨他 不料这次女扮男装的国师却非常谦卑 并且诚心诚意地对林科道起了欠 但林科并不接受他的道歉 三番五次被欺骗 更凭是谁也不能轻易地接受这样的道歉 突然国师一把抓住了林科 他表示只要林科能帮助他一起对付洛威 那么洛威能给他的他自然也可以 并且还要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林科 文言林科露出一脸不懈的表情 林科越想越激动 面对眼前坏他好事的国师 林科对他就是一顿鄙 接着贬低他的话语便滔滔不断 文言国师一下瘫软在地上 他此生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欺齿大辱 画面一转来到了太后寝宫 然而这里却是空无一人 这时一个老太监出来对林科说道 娘娘昨天回宗门了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文言林科先是闭眼冷笑了一声 接着他便转头就跑 林科此时想找回方才迷路的小鱼 可事与愿违 国师已经被刚才林科恶毒的话语气哭了 在他心里从今日起便要与林科不死不休 任凭在后追赶的林科怎么呼喊他 他再也不想搭理这个伤他心的男人了 此时的林科简直就是要被欺诈了 他也没料到竟然一条鱼都没有得到 忽然老太监再次出现 他对林科说道陛下在御花园设下庆功宴 特命奴才请您前去 突然林科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 老太监不慌不忙地回到是陛下说的 若您不在同龄府那么就一定会在太后请殿 文言林科才意识到自己是被洛威耍了 他一定安排他的母后提前回了宗门 这时林科怒火再次燃起 他心想这次一定让洛威付出代价 画面一转来到了皇宫后花园 平阳王正在对洛威拍着马屁 而洛威也是被拍得非常享受 在两人一顿商业互吹后 平阳王终于不好意思了 于是他把矛头指向了林科 表示一切都是林科的功劳 忽然台下一个不合群的声音响起 此人表示压根就不惧国师的弟子 而林同龄打压国师的弟子实属小人也 但根朔与聚机听了此人的话却不愿意了 两人一起比试他得了便宜还卖乖 可不料这个人直接反击到 你们两个竟然是林同龄特训过的人 那么你们在这次恩科中排第几名呢 就这一句话可把根朔与聚机怼得哑口无言 还好这是平阳王过来解围 但刚才那人却是不依不饶 在他心里林科压根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人 但他殊不知林科可是个记仇的主 此时的林科已经来到了两人背后 这是我见过世界上最神奇的刺水枪 只要是被水枪刺到 那么就立马要化身成妹子 而这只是林科这个老六报复人的常规手段 就在刚刚不久前 恩科状元在庆功宴上 对林科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就是一顿比 他本以为林科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 在他背后说一些坏话没什么大不了 可他殊不知林科在他背后早已经听了个七七八八 但林科却装作没听见 洛威见到林科来了立马开心地打起了招呼 完全没有女王的架子 状元见状突然内心有一些心虚 而林科却装作无视了他 林科只是问到洛威此人就是恩科的状元 洛威自然是知道林科的本事 肯定听到了所有 他怕林科发飙不好收场 于是立马表示要亲自收拾这个状元 但林科却阻止了他 因为林科已经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林科表面上开口说到状元一表人才 与平阳郡主倒是很般配 但却偷偷传音给洛威将此人入坠给郡主 而且是必须答应的那种 文言洛威心中起了波澜 他本以为林科和郡主的那些传言都是真的 如今看来一定是错怪了他 想到这里洛威自然是同意了林科的建议 而且还是百利而无一害 但郡主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 他也没有想到林科居然这么狠 不想娶自己也就算了 竟然还要把自己嫁给别人 但陛下已经开了金口自己又不能不答应 于是郡主无奈也只能答应了这桩婚事 可是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知道 林科早已经发现了这个状元其实是女扮男装 此时的平阳王已经乐开了花 一个劲的谢陛下赐婚 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一同贺喜这个平阳郡主 而平阳郡主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接受了这个事实 可他殊不知自己未来的老公是个女人 九国三巡蔡过五位 所有的官员都纷纷告退 洛威偷瞄了一眼林科 接着他便对林公公说到一家御书房休息 见状林科一言不发 他只是慢慢跟上了洛威 林科自然是知道刚才洛威的那一个眼神代表了什么 但是他们却殊不知暗处还一个状元在跟着 此时的状元内心非常着急 他本来实属无奈才参加了恩科 但如今却多了一种婚事 他想找到林科的把柄逼着他让陛下收回次婚 片刻后他发现林科只是在那傻站着 而且还是非常开心的那种 这更坚定了他内心的想法 此人一定是在这里做坏事 接着状元便一个剑步上前抓住了林科的肩膀 他大喊道你胆敢在这里偷窥 可下一秒回答他的却是一击水枪 此时的状元内心已经崩溃了 接着嚎叫声便响彻了整个皇宫 变成女人的状元支支吾吾的说道 你竟然敢在这里玩水枪 但是林科却是不慌不忙 他表示我只是在给陛下忘风而已 可惊吓过度的状元哪里会信他的鬼话 这里暗上无数哪里需要你来忘风 文言林科也表示无奈 接着他便说到自从有了我之后 这里所有的侍卫都下岗了 被欺负的状元又怎么会放过眼前这个无耻之人 他现在就要去洛威那里参词人一本 但就在这十余书房的房门却突然开启 接着扭扭捏捏的洛威便走了出来 洛威问到非要穿成这样吗 但下一秒几个人就愣在了原地 还是洛威反应最快 接着便立马黑化 咱也不知道洛威刚才想到了什么 但是他现在只想弄死林科这个混蛋 常文古代有一种极为可怕的刑法 那就是皇家大师艺术 只要中了此树之人 不仅会丧失记忆还会变成白痴 而可以使用此树之人 必须是极其凶狠且吃醋的女人 恋对这样的女人 林科也是被吓得急忙解释 他急忙对洛威说道 这个丫头女扮男装还跟踪我们 所以我才想试探一下他想做什么 这时醒来的状元才恍然大悟 原来你们都知道了呀 他立马下跪说道求陛下救命 草民原名叫黄燕是竹山郡人士 竹山郡守于肉百姓无恶不作 草民本想尽精求助 但不曾想尽中了状元 文言洛威满脸黑线 他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事 随即他吩咐到林科拿着虎符去一趟竹山郡 黄燕见状立马开心谢恩 并表示以后誓死效忠陛下 可不料洛威立马变脸 他凶狠地说道 擅闯于书房死罪 可免但活最难逃 但这还有一种更神秘的秘法 不知道你甘心情愿受之否 黄燕文言直接回到陈院影 不出意外 洛威再一次掏出了凶狠的大棒 一段不可描述的画面过后 洛威对林科说到 你挑的衣服我也穿了 户外的活动也完成了 咱们的赌约已经两清 文言林科如遭雷劈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完全不对劲 但洛威可不管他 直接丢出了虎符 让他赶紧去办正事 最后洛威说到 吃不了热豆腐 但是吃个小甜点还是可以的吧 林科坏笑地看向昏迷的黄燕 他准备给黄燕换一身衣服 毕竟他现在全身已经不干净了 画面一转一辆 无人驾驶的马车冲出了黄城 黄燕在昏迷中缓缓醒来 他现在只觉得头疼欲裂 并且有些失忆 这时林科说到 黄骏马你醒了呀 看来手术很成功啊 黄燕见到眼前这个猥琐的人 立马问道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有我原来的衣服呢 不要脸的林科回到你的衣服 自然是我换的 还有买衣服一共三十两银子 待会付一下 文言黄燕立马暴怒 他现在降手撕了林科 可不料林科立马说道 黄燕 你身犯弃君之罪 还敢袭击钦差大臣 难道你想被诸连九族不成 见状黄燕先是一愣 随后他说到林大人我错了 其实我也是苦命之人 所以才不得不弃君 可不成想林科对此事不依不饶 他对黄燕讲解起事情 如果败露了 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这可把黄燕吓得够呛 他急忙跪下求林科放过他 林科见他想要的效果已经达成 随即变脸说道有事好说 你先把嘴巴张开 黄燕虽然不解答 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巴 林科用手指沾了沾他的口水 随后打开了心风 他宣布了洛威对他的违认寒 又说到这次他也会帮助黄燕的 文言黄燕开心不已 他说道多谢琳琅大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来世一定 可还没有等到黄燕说完林科就打断了他 什么下辈子来世的 不如此地此刻如何 文言黄燕可就为难了 他急忙说到陛下已经赐婚了 我该怎么和郡主那边解释呢 可不料林科早有准备 他先开了车帘 随即说到他你不用解释了 因为他也来陪我了 此时的郡主最为开心 因为这件事他又可以跑出来疯了 至于什么赐婚驸马什么的 他完全就没放在心里 男主面临的危机再次升级 鬼宗又派来了强大的美女送货上门 可这位美女叔不知他的小师妹 此时已经得了抑郁症 女扮男装的国师每天都在戒酒消愁 他是彻底被林科弄郁闷了 忽然他的背后开启了传送门 原来是他的师姐从远处赶来帮他 国师突然来了精神 抑郁症仿佛一下就被治好了 他一下扑进师姐怀中开始撒娇 而他的师姐也是非常享受 他对这个小师妹从小就是宠爱至极 他这次安排了顶级杀手在暗中埋伏林科 一定要让林科实死无生 与此同时林科正在马车里狂嗨 现在的马车就是在无人驾驶 因为林科玩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就连郡主也忍不住一同加入了狂欢 等待事后林科才发现好像有些不对 因为人都在车里那么是谁在驾驶 文言三个人都是满脸黑线一同无语 现在的马车是真正的在自由驰骋 林科脸抱轻轻地瞪着黑马 而黑马却是满脸不屑 还好黄燕一眼认出他们偏离的路线并不是很远 穿过这座荒地继续向西就能到竹山城了 太阳西沉 林科本来应该投诉的客栈门前数从在哗哗作响 几个黑衣人迷茫地蹲在这里 他们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也未见林科 画面一转来到了竹山城破旧的街区 街区里满目疮痍 人们都被饿得骨瘦如柴 他们基本都是在靠乞讨度日 此时林科正在盯着一个卖粮的美女观看 只不过这家伙的关注点不是粮食 而美女也被林科盯得直发毛 这家伙又不买粮食又不说话 到底要干嘛 林科只是一个劲的摇头 表示对方太没诚意了一点都不低 文言卖粮美女怒了 我这粮食价都快白送了你还要低 你是来找茬的吧 谁不知道老娘的粮食物美价廉 已经是竹山城最低的了 忽然黄燕怒怼到你们这群奸商囤粮居起 百姓们都要快饿死了 郡主也接话说到我爹最恨奸商了 我要告诉我爹把你们都抓起来 文言对方也怒了 几个大汉操起武器就要教训这俩女人 他们二话不说就把郡主和黄燕包围了起来 其中一人还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 可下一秒他就被一击重击打吐 原来是黄燕先动的腿 嘴上还喊着要给百姓除害等话语 郡主也是没写着 长边抽的对方是人仰马翻 只是几个呼吸间 一群大汉就被两个妹子全部撂倒 黄燕更是表示自己没打够 他能自己打二十个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就在两女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他们却发现林科没了踪影 原来这小子趁乱偷袭了奸商首领 只用三秒就解决了战斗 这可把黄燕羡慕的不要不要的 可奸商首领却表示自己很委屈 因为他只是个跑腿的 而林科却不听他的解释只管下黑手 奸商首领威胁到林科一定会遭到报复的 但林科却对此不屑一顾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奸商首领 什么报复不报复的他压根没放在心上 林科一时兴起对百姓说道 今天所有的粮食都免费发放 一切都有林公子买单 健壮百姓顿时欢呼了起来 都称林科是老天爷派下来拯救他们的 但奸商首领可就不干了 他威胁到林科第一批反抗郡守的人 明天就要被问斩 如果他们敢坏大人好事 那么下一批要被斩首的就是他们 文言黄燕慌了 因为秋后问斩的是现在却提前了 黄燕转身就走 他现在彻底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林科健壮只好和郡主说道跟上去看看 画面一转来到了黄燕家里 郡主率先推开了院门 一个老妇人直接喊道 黄娘你终于回来了 平儿她已经那个了 你可不要再出事啊 文言黄燕却非常淡定 她回到没关系的阿妈 这位是来救我们的钦差大使 弟弟一定不会有事的 忽然一只板斧飞向了林科 还好林科手机眼快接住了斧子 他感受到这力度竟然是五进五者丢出来的 没想到这乡野之中还有如此高手 黄燕见状立马挡在林科身前 他喊道奎叔他们不是坏人 而是我带回来的救兵 这时几个大汉已经包围了林科和郡主 他们在得知林科是当官的后更是抵触 都扬言让林科马上滚蛋 文言林科却罕见的没有发飙 好言好语的对那些人解释自己是来帮他们的 但这个奎叔却不买账 他表示竹山城的是他们自己会解决的 但他突破后取军手的狗头犹如探囊取物 何须假外人之手 林科见此人既是半步六进高手 又如此不知好歹 他对奎叔说到既然阁下如此自信 那么在下便不再打扰了 说完他抱着郡主就飞向了后山 这可把黄燕急得够呛 勾结在一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弟弟黄平我们一定会救出来的 对了 刚才那个朝廷的走狗可是从后门翻墙走的 文言两个小弟回到好像是的 突然一股爆炸声掺杂着烟雾涌进了院中 原来是朝廷的官兵攻进来了 他们声称奉命来捉拿黄龙镖局的叛贼 这时奎叔认定一定是林科传的信 所以官兵才能这么快地找到他们 但黄燕却表示不可能 可就在这时一个大胖子郡手说道 黄奎黄燕你们黄龙镖局上上下下今天都要死 既然敢来抢我的粮食 那么就要付出代价 文言黄奎怒怼道 张之锋 你囤积粮食轰抬物价皇上已经知道了 你得意不了几天了 可谁料这个胖子郡手压根不怕 他表示自己背后的势力并不比皇上落 说完郡手便吩咐官兵拿下这些人明天一起问斩 就在郡手话语财落 黄龙镖局的众人同时也冲向了官兵 这个带球猛踢瘸子的郡主 上一秒还在疯狂输出 可下一秒却变成温顺的小猫咪 对瘸子那是百般的讨好 原来就在刚当不久 瘸子张俊首带官兵包围了黄燕等人 两伙人一言不合就否拼了起来 可林柯带着郡主却在远处看好戏 郡主看得那是非常的着急 以他的火爆性格马上就想上去帮忙 但林柯却拦住了他 只是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就浇灭了郡主的火气 还把郡主弄得满脸娇羞 林柯表示安静在这里看戏就行 那个黄奎修为不低 想要轻松拿下他未必那么容易 何况你再看那个张俊首 他身上有股淡淡的妖气 两伙人都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 就在林柯话语裁落 黄奎使出了狂尸天刚的绝技 只是一击 所有的官兵都被他的绝技一击倒 见状黄奎大喊所有人撤退 显然他想以一己之力掩护大家撤退 但是张俊首和他的两个护卫 却在这一击里安然无恙 张俊首此时已经被气得愤怒不已 两大护卫更是被吓得跪地求乏 现在护卫的面部已经显现出妖纹 他们表示黄奎强行消耗精血释放钢器 现在已经是游进灯窟 马上就可以拿下 文言张俊首却说到算了 我没事 但你们都是种下妖种的人 若是妖王的事出现什么纰漏 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忽然远处传来了什么后果的问话 张俊首猛然回头就想开口咒骂 只见林柯站在两大护卫身上 嘴上还说着妖王他非常熟 只不过见他就跑而已 尤其是母妖王 张俊首见状先是一惊 随后他想也不想的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跑 嘴上还说着妖王是不会放过你的话 这可把林柯弄得满脸冷汗 他并不是怕妖王 只是没想到一个瘸子竟然跑得比他还快 但他更没有想到比他快的还有郡主 郡主一个闪现就挡在了张俊首逃跑的路线上 他一个眼神就定住了张俊首 他就等张俊首反应过来 郡主的一击飞脚就踢向了他的面门 这一脚连张俊首的门牙都踢下来了几颗 张俊首此时知道大势已去 马上吩咐众人释放妖种反击 但林柯早就有准备 他让郡主在院外等他 自己却冲向了释放妖种的三人 现在释放完妖种的三人以为可以吃定林柯 一个劲地对林柯破口大骂 显然林柯对这种妖人完全不拒 他现在已经分析出原来这些人是被沐溪妖控者 而沐溪妖天生贪食又不喜动 所以才出现了竹山城的粮食危机 查明真相的林柯突然手掌上升起火焰 他随手就甩出了一束火焰 由于火刻木 所以林柯想以这种简单的方式结束这场乱举 悲催的三人只能在火焰中疯狂蹦迪 只跳了半炷香的时间 三个人就变成了三颗绿色的玻璃球 好奇的郡主见此球非常喜欢 还想从林柯那里讨要过来 并让他多弄点穿成串用来盘 林柯说到这球是木妖用来控制人的惯用手段 你还要吗 回言郡主满脸怒火 他恨这妖物乱离国 更恨这球不能让他用来玩 突然林柯想到了一个摧毁木妖的好办法 他想使用易容术变成张俊首 这样就可以回到俊首府查明幕后真凶 见状郡主推着变成张俊首的林柯就走 此时的他也不在意林柯的丑陋样貌了 这个男人才是小偷中的绝对王者 他本想来俊首府偷个账本而已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还有美女送货上门 这骚操作可把俊主彻底弄猛逼了 原来就在刚刚不久林柯灭了俊首后 他幻化成了俊首的样貌 要和俊主准备回去查查植物妖的底细 不得不说林柯的变化手段真是可以 就连守卫都没有认出他 甚至都没有怀疑为何只有他自己回来 林柯回到俊首府就吩咐到下人 让管家带账本来找他 此时下人也没有质疑他为何要看账本 急忙回到室 随后林柯又喊出了府里所有的下人 他开始挨个排查这些人的体内有没有妖气 但很可惜这些人都是正常人 接着林柯和俊主又跑到书房里排查线索 林柯敢肯定他这辈子也没看过这么多的书 忽然书房的门被人推开 随后一个女人喊道老爷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那些来捣乱的人你都收拾掉了吗 忽然这个女人睁大了眼睛 他手指郡主喊道你 你是 显然他是认识郡主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郡主的名字 只能在那里一直磕疤 此时的林柯也被吓得够呛 他也没有想到郡首府的管家居然是这个女人 忽然这个女人扑到林柯的怀中 他撒娇的说道老爷你真坏 那些人你收拾掉了就算了 为何还要带回他们的女人 难道你不爱奴家了吗 此时郡主已经被这个女人的脑补能力弄猛逼了 而林柯更是满脸汗颜 他也没有想到这个死胖子的身体还有这样的魅力 突然女人开始发飙 他随手就丢掉了账本 接着他说到那个账本上的信息都是错误的 只有奴家这里才是真正的账本 老爷你到底要不要看呢 闻言林柯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他也没有想到居然还有第二次 就连郡主见状也是满脸害羞 于是就这样三秒钟无言 随后两个女人已经睡着了 林柯偷摸拿起账本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原来这个账本是真的 不久后林柯合上了账本 他现在已经彻底明白了 原来郡主囤积粮食并不是像黄燕说的那样要涨价 而是暗中送进了天牢献给的那个植物妖 忽然林柯恢复了原来的样貌 他现在已经没必要再隐藏身份了 林柯分析出不光是粮食 看来那些犯人也给植物妖荡成了血食 画面一转来到了天牢教场 一个小令正在宣判这些人的罪行 就连随地土壇都要判以死刑 文言黄萍又吐了一口 他表示自己以后做鬼也不会放过这些狗官的 忽然一个大汉一脚踹向了黄萍 弱小的黄萍顿时就被踹得口吐西瓜汁 此时教场外的黄燕等人都是满腔怒火 随后黄奎一拳就打烂了教场的护栏 他想自己来吸引官兵让黄燕去救人 不得不说黄奎是个真男人 他为了救人自己吸引兵力而不顾死活 官兵健壮自然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们才想上去制服黄奎 忽然一股爆炸的冲击波就横扫了全场 黄奎顿时就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随后两个人扶着黄萍大摇大摆地就走了出来 他们说到好像已经有人帮他们吸引了兵力 另一面林柯一拳一个小朋友的打得官兵满天飞 林柯嘴上喊着他是钦差大人 然而他打官兵却是毫不留情 健壮黄燕惊呼出声是琳琅和郡主 文言林柯也打起了招呼 黄骏马别来无恙啊 随后郡主也说道夫君你也在这呢 现场除了黄燕的表情比较正常 其他人都猛逼了 三个人是怎么喊出四个称谓的 还是黄萍反应比较快 他一下就猜出他的姐姐肯定和这两个人有着复杂的关系 你敢相信吗 这对奶兄奶兄的小萝莉竟然是劫匪 而且他们在打劫前 必须要内讧一下 如果你大意了 那么你将陷入他们的圈套 事情还要从林柯扰乱刑场说起 他嘴上说着自己是钦差大臣 可他打官兵却是最狠的一个 伪装成官员的植物妖终于忍不住了 现在他终于知道自己的妖兵是怎么没的了 可这恰巧也中了林柯的诡计 原来先前被打飞的官兵都是妖兵 林柯正是想以这种办法逼出幕后主谋 穷凶极恶的植物妖终于忍无可忍 他吩咐到所有的妖兵一同灭了林柯 忽然林柯手指尖生出一道火焰 接着他便向妖兵甩了出去 这火焰可不是正常的火焰 这可是林柯的致阳惊火 能焚尽一切邪碎 所有的妖兵就这样被烧成了灰烬 郡主见对方如此不知死活 只是冷哼了一声 一群小嘎嘎还想动我的琳琅 现在的黄奎真是欲哭无泪 他心想早知道林柯有如此实力 何必自己强行释放钢器断了五道前程 与此同时植物妖已经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以他的修为根本不是眼前之人的对手 于是他开始求饶 他表示自己只是奉清目宗的命令行事 还请林柯手下留妖 他解释到传闻离国宝库中有一件质宝 但国都都有国运镇压修饰进入不得 所以众仙门只好想办法削弱离国的国运 文言林柯更是满脸疑惑 因为他从来未感受到什么宝物的气息 或许洛威那小女子真的有什么秘密在隐瞒我 这下我要回去好好地审问审问他 我看是我的鞭子印还是他的嘴印 植物妖见林柯在那一直不说话 还以为林柯放过他了 于是他向林柯道谢后就想走 不然林柯伸出了他的大手 同时喊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你了 接着林柯便一掌拍到了植物妖的头上 刹那间植物妖就变成了绿色的珠子 与此同时大地上一股绿色的妖气突然升起 而这绿色的妖气马上就晃化成无数的藤蔓 只要接触到的人立马就被缠绕了起来 随着藤蔓数量的增加 甚至都威胁到了黄雁等人 面对这样的危机林柯却是不以为然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植物妖的本体正是在这地下 不然间大地再次一变 一个类似肉球的东西从土地中飞出 原来植物妖的本体正是太岁 他放出狠话要吃了林柯 但马上就被一道红色的火焰冻穿了身体 而这红色的火焰正是林柯发出的 林柯表示你连个女妖都不是 我也懒得与你浪费时间 黄雁等人见状都傻在了原地 黄奎更是问出林柯是什么修为 文言林柯只是简单地说出二镜巅峰四的字 众人瞬间全部哑口无言 接着黄奎带领众人下跪道歉 恳请林柯饶恕他们先前不敬之罪 林柯只是摆了摆手说道你们站起来 黄雁跪下 这时黄雁可就慌了 他急忙问到林柯可是又有急事 现在可是在外面了 黄雁的这句话可把林柯弄尴尬了 他急忙掏出圣之朗读了起来 大概意思就是黄雁为竹山郡铲除祸害有功 赏黄雁为郡守在此造福百姓 还有以后不得入皇城 听完圣指黄雁马上谢恩 并表示以后再也不去皇城了 第二天林柯带着郡主开始返城 只不过郡主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他说到自己的驸马就这样没了 都还没完够呢 可林柯却说到黄雁女扮男装欺骗陛下 这样的结果现在已经很好了 文言郡主却说道 陛下不让黄雁回京城部还是防着你们 忽然前方窜出了两只小萝莉挡住了林柯 绿毛小萝莉张口就是娘嬉皮 圣女说你们一盏茶的时间就到 但是你们居然走了五天才到 你们是爬来的吗 这时蓝毛小萝莉直接反驳道 这是返城的路 明显是我们在五天前错过了他们 于是就这样两只奶兄奶兄的小萝莉吵了起来 双方那是谁也不服谁 林柯只能把他们当成弱子 绕过了他们继续赶路 可林柯却没注意到 此时的小萝莉已经露出了奸诈的表情 一根绳子已经被他握在了手中 突然小萝莉拉动了绳子 有见过坑爹的 那有谁见过坑妈的 两只小萝莉居然想让林柯做他们的父亲 可他们先前还奉自己母亲的命令捉拿林柯 但他们的智商好像有些问题 居然开始内讧了 林柯直接无视了他们 可他殊不知两只小萝莉已经提前设下了陷阱 但这陷阱对于林柯也只是个摆设 林柯猛的一威马声 只见那骏马驮着林柯与郡主一下就飞了过去 见状两只小萝莉都惊呆了 他俩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接着两只小萝莉像风了一样追赶着林柯 可他们居然忘记了自己挖的陷阱 只听哭通一声两只小萝莉就这样消失了 听见声音的郡主回头望去满脸疑惑 他问到林柯这两个是什么人 好像是刺客然而又不像 文言林柯表示他对小孩子没有兴趣 尤其还是别人的遇鬼 可郡主完全不相信林柯的鬼话 他只认为对方是小孩子并不是鬼物 可下一秒郡主就发现他错怪林柯了 那陷阱中顿时就喷出了两道鬼影 而这两道鬼影马上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困阵 顿时间困阵中烟雾缭绕 等待烟雾慢慢消去后 一个极其妖艳的女子走了出来 他嘴里喃喃地抱怨道 在这里晒了五天皮肤都不好了 随后他一把捏碎了化妆镜 更是愤怒地表示 就因为自己在宗门里没背景 所以才像白痴一样被尸节使唤 忽然林柯掏出了一瓶神秘的液体 他开始做上广告了 林柯表示这瓶是大宝 原料取于三百年的单身男性身体中 只需一滴就可以紧致皮肤 从此告别暗黄枯燥 文言妖艳女子顿时眼貌惊心 他急忙问到在哪里可以购买到 突然林柯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林柯表示这是非卖品 现在有体验装可以试用 你要不要现在试试呢 这时妖艳女子已经慌了 她慌的并不是林柯的虎狼之词 而是林柯居然挣脱了她的困阵 妖艳女子猛然退去与林柯拉开了距离 随后两只小萝莉再次现身 他们一起喊道休想伤害到我妈妈 随后两只小萝莉释放自己的鬼气冲向了林柯 然而林柯却出乎意外地说道好可爱的小孩子 不过你们不要误会了 在下只是想抱抱你们的妈妈罢了 接着林柯便释放出护盾挡住了小萝莉的攻击 可两只小萝莉哪里是林柯的对手 只听砰砰两声他俩被反弹之力震飞了出去 这次林柯居然没有击杀身为鬼物的他们 难道是爱屋即屋吗 两只小萝莉见到自己没有受伤 顿时可开心坏了 他们回头对妖艳女子说道 让她做我们的爸爸好不好 闻言妖艳女子满脸黑线 她愤怒地喊道 你们在那里胡说什么还不赶快回来 此时的妖艳女子表示回去一定要重新开个小号 这两丫头失恋废了 见状林柯也是一脸无奈 她说道童言无忌何不顺从孩子的心意 给他们一个完整的童年不好吗 但妖艳女子却不买账 她坦白道这两丫头是鬼物幻化而成 并没有什么父母 此时的林柯化身为草贼 她说道原来不是人妻啊 那我对你没兴趣你走吧 只见妖艳女子嗷了一声 她下意识地转身就想走 可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被林柯耍了 接着她对林柯就是一顿咆哮 妖艳女子表示自己乃是差女宗的执法长老 久经后天圆满的实力 在差女宗没有不怕她阅流英的人 可林柯却不以为然 她在这时居然开始背上了九九惩罚表 看得阅流英都猛逼了 她狐疑地问到林柯在干什么 林柯真是与不惊人死不休 她说道我在算你与我的实力差距是多少 我现在是准圣 谁说古代没有视频通话的 林柯就在蹲坑时开启了直播功能 气得两只小萝莉顿时就炸了毛 这连毛侧也一同遭了殃 瞬间就被炸得四分五裂 然而最悲催的是这个毛侧居然在大街中央 路上的行人见她都以为遇到了大变态 至于这个视频通话的法宝 其实本体就是两只小萝莉 先前月流英被林柯耍得团团转 再忍无可忍时她终于出了手 她一击三千月营长攻了出去 见状林柯单手掐绝 她释放出纯阳金火化成了火凤凰 林柯单手一指伸向了三千月营长 只听火凤凰一声长鸣冲向了对方 顿时间两股庞大的能量就对撞在一起 忽然月流英败下了阵 她不解地问道林柯为何会这么强 七镜以上的强者在京城里都会被压制的 但你为何却可以出入自由 不会被压制 文言林柯回到这是一个秘密 除非有好处才告诉你 此时月流英也相信了林柯的鬼话 她说到先前你看到的博师乃是差女宗的圣女 正是她派我来对付你的 如果你告诉我可以自由进入京城的秘密 我可以帮你对付她 文言林柯摇了摇头接着说道 以我的实力何须需要你的帮助 月流英突然冷哼了一声 圣女手中可有我们宗门的至宝 除非有我帮助 否则谁也找不到她的 更何况她还能调动其他的执法长老前来 对于月流英的话林柯有些不幸 她问到月流英为何要帮助她对付自己宗门的人 这时月流英突然愤怒地回到我 从小就被圣女欺负 她什么都要和我争抢 到最后就连圣女之位也被她抢了去 我现在要报复圣女 文言林柯突然来了兴趣 她忽悠到月流英先帮她对付圣女才告诉她秘密 可月流英这次压根不上当 她丢出两只耳坠表示 这是和她视频通话的法宝 必须要先见识一下林柯的能力才行 见此林柯自然是开心地接受了她的法宝 随后林柯突然向月流英扑了上去 嘴上还说着你我不妨一劫金兰 这样就可以彼此互相信任了 但林柯却扑了一个空 月流英见林柯不怀好意顿时就跑了 现在的林柯是满脸黑线 她现在想起还是自家的小洛云比较听话 画面一转来到了京城内 林柯看着手中的吊坠有些不解 她心想这个小东西怎么可能实现视频通话呢 而且月流英对我就这么放心吗 不怕我拿着法宝不还给她 林柯想着想着就决定试一试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两只小萝莉瞬间就被气走 忽然远处传来了怒吼声 几个官兵喊道是谁在剧中拉屎 这可把林柯吓得提上裤子就跑 甚至就连纸都没有来得及用 画面一转又来到了春风楼 双胞胎女子在翩翩起舞 又有两个双胞胎美女在陪同演奏 而林柯却抱着韩湘在甜言蜜语 对歌舞却是不理不睬 面对林柯的甜言蜜语 韩湘表示很为难 他说到最近新上任的李布侍郎刘大人对我们整改 所以我们现在都从良了 文言林柯表示不给钱不就行了 突然一个人踹开了房门 他喊道是谁敢破坏范境 难道你们想坐牢不成 这时韩湘卑微地说到 刘大人这人是我的夫君 所以我们并没有犯计 可这个刘大人却像小人得志一样 非要韩湘说出林柯的全名 因为他可以查阅全京城的户籍 只要一查就明白一切了 韩湘支支吾吾地说到建国 可谁料林柯却摇了摇头 接着韩湘又说到邦德 大郎 子萱等各种名字 只见林柯在那里一直摇头 这时刘大人对着林柯说到我一眼 就看出你不是什么好人 来人去把刚才韩湘说到名字的那些人 也一同抓来 现在林柯可有些微怒了 他猜出这事有人想整他 于是他问道林大人 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都说爱撒娇的女人命最好 我看并不然 林柯为了不干人事 竟然迷晕了对他百媚千娇的韩湘姑娘 林柯才回京城 竟然被人认为是个大变态 只因他在马路中间当众蹲坑 随后他又跑到春风楼 找韩湘姑娘酗酒 可不曾想又有人来捣乱 说什么都要查询林柯的户籍 如果没有就要关押他 但林柯哪里有那个鬼东西 他怀疑到对方 一定是哪个宗门派来的奸细 来到这里故意找他麻烦 林柯随手就丢出酒杯 想试探一下对方 果然这个刘大人武功不浅 一刀就挡住了酒杯 嘴上还问到 难道阁下也是宗门的弟子 其实林柯的酒杯中 早就被他放入了迷药 他现在可不想再惹任何麻烦了 随着酒水的挥发 很多人顿时就被迷晕 就连寒香也没有放过 但这个刘大人却没事 接着他自报家门 声称他是禁御宗的刘天然 随后他问到林柯是河门河派 可不料林柯上来就是一拳 他说到侵怒宗 其实林柯是想让两个门派结仇 没想到刘天然却说 他们两个门派是盟友 但林柯哪里会管这些 还是一拳轰了上去 接着林柯坏笑地表示道歉 声称自己忘记了两派是盟友 不知道你调查的怎么样 有什么线索 现在的林柯就是想套路这个刘天然 不过这个刘天然也是傻得可以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打懵了 他对林柯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 他对林柯说到根据他的调查 当今女帝的祖先 曾与飞生的圣人有过交集 所以那时圣人送过他们 一箭至宝镇守国库 文言林柯问道 你可进入国库调查过 不料这个刘天然顿时好像发狂了一样 他嘴里说到那个国库太邪门了 只要自己一靠近那里 就被一股压力震的浑身发抖 看来不灭了当今女帝毁掉容器 任何人是不可能进入国库了 不然刘天然又吃了林柯的一拳 他都被林柯打哭了 他问道为何又要打他 林柯愤怒地说道 就是看你们门派不爽 尤其是那个鬼名字 林柯是越说越生气 直接祈祷则刘天然身上一顿输出 无论他怎么求饶林柯也是不管不顾 等到打雷了林柯才抱起寒香走了出去 他在出门时说道 宝库必须是他们轻慕宗的 所以我才会揍你 不得不说林柯这个栽赃家伙是真的溜 气得刘天然趴在地上一顿嚎叫 他喊道这件事他一定会上报宗门的 画面一转来到了同龄府 林柯说道日行一扇浑身舒爽 但寒香姑娘却是满脸猛逼 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同龄府 这时林柯解释道 是那个刘大人迷晕了你们 然后我就把你带回了我家为你治疗 若我不使出浑身解数 你能这么快醒来吗 现在寒香想哭的心都有了 他疑惑地问道 难道你就不能把我送到医馆吗 但林柯却装作听不到 气得寒香姑娘降手撕了林柯 不过他没有这个机会 陛下已经派人来喊林柯去上早朝了 画面一转来到了皇宫大殿 现在已经是早朝时间 洛云问道仲爱卿可有事上奏 这是一个官员禀报道 最近皇城禁止一切晚上的娱乐活动 弄得所有百姓怨声在道 此时还请陛下三思 闻言洛云回道 我还以为这样会让京城百姓太平 没想到事情竟然会闹成这样 看来我签考虑了 我马上就让礼部官员改了这条规定 忽然被打成猪头的刘大人 喊道陛下不可 这样道德败坏瓦解人意志的东西不可取 陈昨天还看到有朝廷大人犯了规定 陈出手制止还被打成了这样 闻言洛云有些怒了 他问道是谁这么大胆敢打你 难道正颁布的规定也有人敢不遵守 刘天然以为找到了靠山 他直接指向了林柯 喊道此人正是林统领 可是林柯却在那里装傻充了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洛云现在心里都恨死林柯了 回来的第一天竟然不来看他还到处鬼混 但洛云嘴上还得为林柯开脱 他说的正派他出去办事今早才回来 想必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林柯也开始顺感爬 说到刘大人一定是认错人了 再说了你可有证人 凡事都要讲证据的 你可不要冤枉好人了 刘天然现在怎么会听不出是陛下在故意袒护林柯 于是他心生一计一定要让陛下对他失去信任 接着刘天然说到欺禀陛下 陈还查到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林同领是青木宗的人 他们一定是来京城或乱朝纲的 众人文言顿时炸开了锅 对林柯就是一顿口诛笔伐 几个重要的大臣也表示 确实青木宗和我离国作对 千万不可放过青木宗的任何人 当今女帝终于开窍了 由于林柯表现出色 洛威决定奖励她一波大的 可不成想就在这关键时刻 洛威的母后竟然从和欢宗回来了 林柯的选择自然是林郑倒戈 她可是日日夜夜都想着这个太后呢 要想知道洛威要如何应对 那首先要从洛威为何奖励林柯说起 当日早朝上 静玉宗的刘天然自以为是的宣布 林柯乃是青木宗的卧底 文言台下的众臣都信以为真 洛威女帝更是喊道假为何在 就在洛威话语财落 严将军带着她的手下闯进了大殿 忽然一只大手拍到林柯的肩上 这只手居然是刘天然的 她对林柯小声说道 林大人你不要怕 我早就派人把青木宗的信物藏到了你家 打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可林柯却不以为然 他压根就不在意刘天然耍的小手段 就在这时一把剑架在了刘天然的脖子上 居然是严将军出手了 刘天然被吓得都压麻呆住了 他心想这个严将军是不是傻 不抓林柯抓我干嘛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洛威居然喊道刘天然是挑拨离剑的叛贼 要把他立马打入天牢 文言刘天然人都傻了 他喊道自己是被冤枉的 陛下为何信任此人却不信任我 您只要派人去他家搜一下 肯定能找到我说的证据 可洛威懒得听他鬼扯 之所以洛威会如此的信任林柯 那是因为两个人早就签订了契约 互相是不可能背叛的 接着刘公公喊道退朝 刘天然现在都要被气死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不然刘天然挣脱了严将军的控制 这逃跑的速度都把严将军吓傻了 但林柯的速度更快 刘天然这货居然用脸 撞到了林柯的拳上 就连小虎牙都被撞掉了 林柯说道你玩够了吧 如果没玩够 我可以让你先跑半个小时 文言刘天然冷哼了一声 他威胁到林柯如果不放了他 那么他们禁御宗会灭了青木宗 林柯心想这次可能抓了一条大鱼 于是他问到刘天然 他在禁御宗的身份是什么 没想到刘天然这货真的说了 他说道我乃是宗主之子 如果你敢杀我 那么我爹肯定不会放过你 这威胁的话可把林柯逗乐了 他回到你这么好用的工具 我怎么会杀你 接着林柯吩咐到士兵 把刘天然带下去 好吃好喝的 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刘天然现在才意识到 自己被当成了人质 从头到尾都被林柯耍了 画面一转来到了女帝寝宫 林柯这家伙居然是来邀功的 可洛威却装作一副高冷的姿态 洛威可不想给他什么奖励 但洛威又怎么会受得了 林柯的死魔硬炮 其实洛威也并不是不想奖励林柯 只是因为他没事就沾花惹草弄的 自己很被动 忽然林柯说到 我找到能降服国师的办法了 估计以后必定会有一场恶战 我现在来帮你提升修为吧 虽然洛威知道林柯是在说鬼话 但是他还是决定让林柯开心一次 文言林柯顿时节节节的一顿坏笑 他已帮助洛威提升修为的借口 要给他检查身体 这可把洛威吓得够呛 谁能想到平常霸气的女帝 现在居然变成了小女人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道黑影出现 吓得林柯一个机灵 他回头喊道是谁 突然房门开启太后走了进来 他说道许久未见 难道你们把母后都忘了吗 此时洛威都猛逼了 他狐疑地问道林雪燕你怎么回来了 文言林雪燕回到事办完了 自然就回来了 不过我好像回来的不是时候 这时林柯眼貌惊心 他说道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难道之前的约定你忘记吗 文言林雪燕直接扑到了林柯身上 林柯也没有想到林雪燕 会这么信守承诺 但洛威可就不淡定了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抛弃了 那身人形暴龙的洛威一拳 就打飞了林柯 他喊道你要不抓住国师就别回来了 此时在远处关系的老太监乐此不疲 他感叹道林大人 每次出宫的姿势都不同反响 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刘天然竟然发出了禁御宗的召集令 他现在只想与差女宗和轻慕宗不死不休 至于为何又多了一个差女宗 那还不是拜林柯所赐 先前林柯临阵倒戈选择了洛威的母后 他认为成熟的女人更有味道 这可把洛威气得差点爆了 他一拳就送林柯上了西天 林柯这下可把西瓜和芝麻都丢了 他心想有机会一定要母女通吃 好好地整治一下他们 就在林柯自言自语时两只小萝莉跳了出来 他们嘴上一起喊着爸爸我们回来了 可不料他们换来的却是林柯的暴提 林柯居然一时没有认出他们 忽然两道鬼气掺杂着烟雾生气 等待烟雾散去后 两只小萝莉才变回原来的样貌 绿毛小萝莉急忙和林柯告状 他说到爸爸我们被打了 林寒烟的婆娘身边有个高手在保护他 我们刚到就被发现了 然后就被打成猪头 闻言林柯狐一地回到京城里 已经被龙气环绕 六镜以上的都进不来又怎么会有高手 这是蓝毛小萝莉补充到那人是寒月坛的 他们修的是肉身一排 所以龙气对他没用 爸爸你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 伐女宗分为两个派系 一个是恶人谷 另一个就是寒月坛 我主人和林寒烟就是恶人谷一派 谁料林寒烟这么不要脸 竟然请出了寒月坛的人来帮忙 闻言林柯才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接着他便想到一个可以坑人的主意 外面一转来到了京城天牢 刘天然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他自言自语到看来有人想我了 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 见状看守天牢的官兵让他老实点 不要在那里乱嘀咕 就在这时一道紫色鬼气急速窜了进来 随后这道鬼气立马化身成绿毛小萝莉 他居然来天牢里敲闷棍 只听咚的一声小萝莉一棍敲了下去 官兵甚至都来不及搞清状况就这样昏了过去 这时蓝毛小萝莉也现身了 他喊道刘师弟何在 刘天然虽然不认识这两只小萝莉 但是他认出他们是鬼物 于是刘天然断定是国师来救他了 接着他急忙喊道国师快救我 我有宝物相赠 忽然一道紫光在空中滑过 刘天然已经被小萝莉的话感动哭了 他说道我就知道 刘天然急忙对小萝莉道谢 随后他还想登门感谢国师 可不料小萝莉对他的态度 来了一个180度的反转 蓝毛小萝莉表示感谢就算了 你把你刚才说的宝物献出来就行 文言刘天然整个人都傻了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做错 不过两只小萝莉可不会惯着他 绿毛小萝莉喊道你不打听打听 国师座下的鬼物是那么好相处的吗 接着便听到刘天然痛苦的惨叫声不断 随后两只小萝莉便匆匆离去 现在刘天然全身上下只剩下了一条胖子 他心想青木宗刹女宗都是趁火打劫的小人 这件事一定不能就这样算了 看来这个什么狗屁同盟也没有必要存在了 以后就凭实力说话吧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刘天然发出了召集令 可他殊不知青木宗的人也看到了 原来就在不久前静玉宗偷袭了青木宗 青木宗几乎全军覆没 现在这些青木宗的人正是来报仇的 青木宗已经召回了十八死士 这次他们要赶尽杀绝禁玉宗的弟子 可他们殊不知 造成他们宗门覆灭的罪魁祸首乃是林科 两个宗门火拼也都是拜林科所赐 他本是差女宗的圣光长老 却被男人骗得要去钻老鼠洞 只不过他却低估了自己的身材 不出意外的意外他果然被卡住了 最吓人的是在他的背后 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林科 这可把圣光长老下的尿不试都尿试了 至于他为何要这么拼命 那还要从头说起 林科使用栽赃嫁祸之术 让三大宗门反目为仇 刘天然第一个释放出宗门召集令 他被林科欺负的惨不忍睹 他要利用宗门武力镇压所有人 与此同时差女宗也不干事 他们也发出了自己宗门的召集令 可罪魁祸首林科却不慌不忙 他居然利用召集令的烟花在撩妹 云儿郡主还真被感动到了 他真以为这一切是林科为他准备的 林科不要脸的表示 只要你喜欢还会有更多的 云儿郡主还真信了林科的鬼话 他确实是没有看够这耀眼的烟花 他还想要再看一发 这时云儿郡主的驸马 还在楼阁下方等他 突然一滴不明液体滴落在他身上 这家伙就算是死也想不到这是什么液体 他还以为是下雨了 他心想看来我这姿势来对 郡主看到大病出狱的我在雨中等他 他一定会感动回心转意的 可他殊不知他的郡主 正在楼顶与林科在欣赏烟花 云儿郡主都等不及林科的烟花了 这可把林科弄得满脸冷汗 因为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 忽然天空中真的再次升起两道召唤令 这时林科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 林科心想我本想借刀杀人 让那两个小萝莉去拉一波刘天然的仇恨之 没想到如今却发展成了棕门混战 忽然两道紫色鬼气急速来到林科面前 两只鬼屋小萝莉上来就对林科一顿臭骂 绿帽小萝莉说到整个京城 因为你都乱成一锅粥了 可你倒好 你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谈情说爱 闻言林科就开始不爽了 他回到你们屁股是不是痒了 敢这样和你们的爸爸说话 忽然林科发现小萝莉的气场不对 于是他想到这只小萝莉 一定是被他们主人附体了 林科猜得果然没错 小萝莉冷哼了一声 说到你要求我的事已经办好了 现在该到你旅行约定了 可林科却想先知道国师的藏身处 要不就不告诉他们 怎么瞒住容器进京的办法 小萝莉的主人月流英可不是郡主 他可不会轻易相信林科的鬼话 月流英威胁到林科如果再晚一些 国师可就会做出危险的事情了 不料林科还真被威胁到了 他回到帮你进京城没问题 但是需要先封印你的修为 你可愿意配合 月流英再次冷哼了一声 他回到城外等你 跟上我们 随后林科就跟着两只小萝莉飞了出去 画面一转已经来到了城外 月流英已经被林科气得浑身发动 他质问到林科这就是你的办法 林科表示这可不是一般的狗洞 这可是自己布下封印修为的阵法狗洞 只要钻过去就不会被京城里的龙旗压制 不然月流英是放出两只小萝莉来探路 他可不会轻易相信林科 月流英表示林科敢耍花样 就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接着嗖嗖两声两只小萝莉飞了进去 林科信誓旦旦的说道 你放心吧 我害谁也不会害你的 你看我身上的契约封印就会灵败 狗洞里由我仿制的同样阵法 这次小萝莉也往返了回来 他对月流英说道 妈妈这里一切安全 实在太大 于是月流英还是狠心地钻进了狗洞 突然他发现自己被卡住了 这时月流英慌了 他发现自己想回去也是不能了 就在这紧张时刻 兼计得逞的林科却说道 爱因啊 用不用我帮你一把呀 文言月流英已经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他现在才明白自己又被算计了 突然月流英是放出法术想要轰开狗洞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修为已经被封印了 现在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 就在这时林科突然爆发 他使用全身的力量跳起来就对月流英拍了过去 只听一声惨叫 月流英就这样被打出了狗洞 这可把林科开心坏了 他心想看接下来我怎么收拾你